传说在很久以前 在长白山下有一户姓李的大户 每到放山季节 都会雇佣一些老紧伙计去山上踩人参 在李家还有一个小猪官 自小无父无母在李家打杂 这一天 伙计们准备好了吃穿用品 准备上山的时候 小猪官也要求着老东家带上自己 但是东家却说他是个穷鬼 带上他不但踩不到人参 还得搭上米桩子 说啥也不带他去 小猪官急得直哭 李家小姐心软 就劝父亲说 就带他去吧 也要不了几个钱 说不定第一次入场 看不准能踩到身呢 我给他出资吧 就这样 小猪官随着大火上山了 不过说来也怪 一年过去了 大家都找到身下山了 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没找到 只得把别人剩下的东西收拾收拾 一个人继续留在山上 第二年又到放山季节 别的伙计又上山了 还给他带来了小姐 给他资助的东西 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二年过去了 他还是一无所获 小猪官觉得 下山也没脸见小姐 于是继续留在山上 一转眼第三年又放山了 这回伙计们 给小猪官捎来口心 说让他今年必须下山 找不找得到都无所谓 小猪官十分感动 也很愧疚 这一年没日没夜的寻找起来 但是直到伙计们都下山了 他还是没找到一颗身 也没脸下山 于是又留在了山上 这一天他在山上瞎转悠 突然刮过一阵旋风 只见旋风前面 还有一白衣老头 在拼命的跑着 那旋风倒也奇怪 好像专追着白衣老头 你小猪官是个热心场 二话没说 挡在老头前面 拿起随身带着的铲刀 狠狠地劈在了旋风上 好像劈中了什么 只见旋风里面 传来一声嘶嘶的声音 就看见有血流了下来 旋风也突然间消失不见 小猪官回头一看 白衣老头也不知道去哪了 小猪官觉得很是奇怪 这天晚上 小猪官做了个梦 梦见一个虚发洁白的老头 笑眯眯地看着他 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想要点什么 小猪官一五一十地 把自己的情况都说了 老头于是笑着对他说 我是你那天救下的那个老头 其实我是人参精 那个旋风是一条长蛇 他追了我很久了 那天我真是跑不动了 幸好被你救下了 不然我可能被他一口吞下了肚子 这一大一小 俩人身 你可以选一个 小猪官毫不犹豫的 就拿了那个小的 老头摸了摸胡须就笑了笑 你真的选这个小的 小猪官说 帮您只是出于本分 您现在送我这么贵重的大货 我也承受不起啊 老头听完笑了笑 就消失了 小猪官第二天醒来 发现原来不远处 真有一个二品叶的身 小猪官就把他给挖出来包好 真的就下了山了 这天李家来了一个收身的老客 正在收身 老东家看到小猪官回来 于是问道 给你撕住了这么多年的米桩子 是不是都打了水漂了 你这穷鬼 说你没有这个命 还非要去 小猪官羞愧难当 于是想起了那个二品叶的身 递给了老东家 老东家见这么小一颗 看都没看 就扔到小猪官身上了 还嘲讽的说道 这么贵重的身 我可不敢要 小猪官觉得无地自容 这时收身的老客 看到了这二品叶的小身 赶紧跑过来拿起小身 越看越是心惊 请老东家 拿来一个大水缸 舀了一瓢水进去 然后将这颗小身放进了水缸 就听到轰轰山响 只见这颗身在水缸上下翻滚 水缸里的水不断上涨 不一会就慢了出来 老客赶紧拿起这颗身 激动的说道 宝贝啊 宝贝啊 这是传说中的龙身啊 无价之宝啊 如果遇到大汉之年 这颗身的水可以浇灌良田万亩 如果是出征打仗 可以给千军万马饮水啊 老东家听了直砸巴嘴 想起刚才那样对小猪官 顿时老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久后 老客带着小猪官进京 将龙身献给了皇上 皇上大喜 封他为五品逍遥园外郎 那老客也当了都统 小猪官其实早就喜欢上了李家小姐 刚回到李家 就和小姐结了婚 老东家以前怎么看小猪官 都像个穷鬼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现在 嘿嘿 却是越看越顺眼喽 是最后的 是最后的 女人 又是最后的 女人 很可怕